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通过卫星地图欣赏一下河北最富裕的十个县,看看有你的家乡吗? 千安市唐山市代管的县级市,这里先后被授予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称号,是首批国家海绵城市试点中唯一的县级市,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单位。 尊华市唐山市代管的县级市,这里是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命名的千年古县,有纪念历史2200多年,尊华意为遵从孔孟之道,教化黎明百姓之意。 武安市,邯郸市代管的县级市,这里是一座以工业为主的新兴城市,矿产资源以铁、煤矿为主,这里也是著名的地方戏曲之乡,古代冶炼之乡,中国小米之乡,全国百强市。 仁秋市,苍州市代管的县级市,境内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负集,为华北地区重要的石油产地和石化基地。 仁秋综合实力一直位居河北省石墙县市前列,并连续多年入围全国百强县市。 千溪县,唐山市辖县,该县因处千安西部至县而得名。 千溪市燕照文化、鸾河文化的发祥地,有距今七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西寨遗址和现存最完整的明长城砖窑,以及保存最完好的榆木岭长城等。 三河市,廊房市代管的县级市,其地处津津交界地带,与北京锦衣河之隔,是中国占地面积最大,行政级别最高的县级飞地,被誉为京东明珠。 卓州市,宝丁市代管的县级市,古称卓陆,卓县,其地处金金堡三角地带,金锦南大门,趣味优势得天独厚,拥有丰富的水利、地热和沙石料资源,古有幽艳卧壤,都抗高雨之称。 沙河市,邢台市代管县级市,该市是沟通南北的重要通道和支点,沙河市行州九县之一,历史悠久,风景秀丽,有众多的珍贵文化遗产,著名经典有北武当山,秦王湖,广阳山,桃花园等。 卓南县,唐山市代管县,其地处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一小时都市圈,位于环渤海经济圈和金星记都市圈的交融地带,是草非电工业区最直接的经济腹地。 烙亭县,唐山市辖县,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故乡,也是烙亭大谷,唐山皮影,平具,冀东文艺三枝花的发源地。 2018年10月,烙亭县入选,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市。 那小伙伴们,你们认为谁的发展潜力更大呢?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